中国女排,她是郎平后台想劝规的女排老队长,30岁仍能撑起一片天。26-3-2019。 北京时间3月25日消息,在2019中国排超全明星赛上,球迷们如愿看到了新科冠军与全明星队进行的精彩较量,这场视觉盛宴将让我们为之难忘。 与此同时,我们也惊喜地看到了慧若琪、魏秋月和徐云密一众礼约传奇国手出席。 然而最让球迷难以忘怀的,莫过于终于圆联赛冠军梦的北弃一姐岑春蕾了。 岑春蕾是中国女排的传奇国手,2009年进入国家队,随队征战各大国际赛场。 2015年世界杯之时,队友慧若琪,杨芳旭因伤暂退,在此需要人站出来稳住军心之时,大花雷挺身而出,出任中国女排队长,为中国队拿下世界杯冠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然而2016年,岑春蕾因为状态不佳,未能如愿李约十二人阵容之中。 虽说22岁的小将龚翔宇表现不错,然而在接应位置上,即便手握全国冠军和奥运冠军,她仍然还不能独当一面。 随着李约周期不少老将的离去,中国女排正处在新老更替的阶段,队伍还需要老将压阵,除了严妮、丁霞,大家最想看到的,莫过于曾春蕾的回归了。 曾春蕾成为了除珠亭外,唯一没有回归国家队的国手了。 因此不少球迷都在关心着大花蕾何时能够回到国家队。 甚至女排主教练郎平也在全明星赛的后台,专门和曾春蕾交谈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在世界排坛列强对中国女排研究透彻,限制珠亭进攻点就能遏制女排锋芒的背景下,大花蕾的回归显得尤为重要了。 对此,曾春蕾给出了自己的回答,不会选择退役的。 他表示,因为一直跟着北京队打比赛合作活动,因此身体上在做着一个调整缓冲。 无论是地方队还是国家队,自己都会接应,和主攻位置的进攻都是有链的。 。 个人认为,曾春蕾虽没有李约周期那样猛烈的强攻表现,但仍然在进攻战术上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,全面的他将会为小将攻降与杜青青提供不少的帮助。 东京奥运,曾春蕾我们等你回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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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